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游戏 这个是XBOX 360时期的大作 双子传说 兄弟双子传说 它的操作手法也非常的新颖 它就通过两个拇指键 然后操控两个屏幕来进行游戏的 进入游戏看 一丝不好的预感 贴图错误 游戏没法玩 这样的话怎么解决呢 这个游戏在高通的这个CPU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个款软件出现了问题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用一款3D神器了 经常玩手机的应该知道这个软件 叫什么这个软件 3D神器嘛 它可以改变机器的这个系统 CPU啊 或GPU这个规格 然后可以玩 先安装这个原始文 原始文件 然后呢 加载一下它 点击确定 点击允许 就可以了 大家第一次安装的时候呢 它是需要破解的 还需要再安装一个这个破解文件 这个软件呢 回头回头发给大家 大家可以使用 这样吧 才算是正常安装了 安装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首先这个机器需要先robot 不然获取这个整个机器的权限 不然的话好多好多东西我们都没法操作 先打开这个软件 然后点找到这个游戏 点击 找到这个游戏 游戏在这里 就这个 这是这个兄弟双子传说 这款游戏非常好玩 我也非常推荐大家 首先这里要勾一下 这第一个就是说我启动 我启动这个软件 然后第二个就是 改变我们机器的这个非面率 改变我们机器这个CPU和GPU属性 在这里 选择勾上它 这是GPU的 然后选择它 这是CPU的 然后选择一个 就或者改机型吧 选择一个CPUGPU和或者机型的那个样式 这个是骁龙888的 这是865 这个是855 这是845 我考虑 然后呢 这些就是联发科的了 应该是 后面的还有联发科的 还有三星的 还有还有英伟达的 早期用户应该就知道 英伟达的出了一个T1 T2 T3 这是英伟达的这个CPU 英伟达在安卓上也出现过机器 也出现过几台几台手机 但是这些呢 我用过了都是画屏的 不行 我们还得用高通的 考虑到这个天机1200嘛 我们就用个高通855好了 也不要用太高了 高通855也比较不错的 就选择这个版本就行了 然后选择它之后 点击确定 然后返回 然后点击这里 然后点击这个三角 运行游戏 我们再看看 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了 解决它这个屏幕 屏幕这个渲染问题 我这里没有剪辑啊 都是一镜到底的 一镜到底的 很好 效果感觉有效果 问题解决 就可以正常玩了 我是单手录制 然后单手操作 这个游戏单手根本没法玩 这是操控它的弟弟 这是操控它的哥哥 这个游戏非常不错 我第一次玩的时候 我第一次玩的时候 被这个游戏画风 都给震撼到了 从来没想过 安卓上面也能有 这样的好玩游戏 具体的话 我就不操作了 因为确实没法玩 单手没法操作 反正它就同时操纵 两个人物 然后游戏流程 也不是很多 他大概就是兄弟俩 然后为了帮助父亲 然后一些 一段冒险故事 整个游戏画面特别好 是当时的这个 XBOG 360上面的 一款大作 非常推荐大家 玩一下这个游戏 它的名字叫 兄弟双子传说 下面再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游戏叫做方舟 在电脑上玩过这款游戏的 应该都非常了解 这个游戏 算是大作了 这个软件也有两G 在安卓上面 它的要求是 安卓7.0开始玩 我这个是默认选项 画质的话 我看一下画质 分辨率图形选择远好了 大概就这样了 一用 然后开始游戏 我反正就默认画质好了 然后这款游戏 就非常适合这个 手柄玩 就非常适合这个手柄 给大家看一下 反正我玩下来 感觉用手柄玩还行 还是可以的 这叫方舟 好像是一款 里面有恐龙的 一种生存冒险的游戏吧 反正做的还比较不错的 然后通过这里键 这个按键L R2键 通过R2键是用来拿取 或者是攻击之类的 这是摇杆 画面感觉还行吧 画面 这是地面的这个 纹理 这款游戏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它是一款 个人生存冒险的游戏 反正玩的时候感觉还还不错 里面应该是应该是有恐龙的 方舟嘛 这个游戏 像其他的游戏有什么什么 雷射导 辐射导 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 那我也想不起来了 这款游戏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在XPP上玩的 我们的海南叫XPP 我们海南叫XPP 好了就简单演示到这里 也是好游戏分线推奖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一键三连或者点个赞支持一下 谢谢谢谢大家 每个人请尽一下 抓好游戏 晋让 五个人 是画出 四项